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武当圣景 地利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利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这一天武当山下一家饭店的主厨王明 早早地来到了后厨 认真地检查着每一样食材 在确定所有的原料都已经准备好之后 他又仔细地在脑子里磨记了一下 这些菜品的制作步骤 然后长输了一口气 跟他的同事们说 咱们准备开始吧 在同事们眼中啊 王师傅在做菜的时候 从来都是驾轻就熟 信手连来 可是为什么今天在下厨之前 他会表现得有点紧张呢 这个事还得从他今天要做的菜说起 作为厨师 王明有着丰富的经验 由他烹制出来的菜品 总是会得到顾客的好评 而今天他要面对的 却是陌生的原料和菜式 就连这些菜品的烹制步骤 也是不久前才从老前辈那里得来的 对王明而言 这是一次挑战 成与败取决于对过往经验的灵活运用 和对火候的细微掌控 烹饪过程有条不紊 每一个步骤都做到了精益求精 最终特殊的食材 蜕变成了精致的菜肴 王明也赢得了挑战 咱们再来看看王师傅做的这些菜 这个鲜亮红润 看上去好像是东坡肉 还有这个 有点像扣肉 再来看看这道 这叫胶汁海参 怎么样 看上去是不是让人食欲大振 不得不说 这位王明师傅的手艺还真是不错 可是就算他的手艺好 菜品也是色香味意行俱全 但是这些菜 对于一位经验丰富的厨师来说 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那么为什么王师傅 还会把这次烹饪过程 视为一次挑战呢 据王师傅介绍 制作这些菜品 用到的并不是常见的食材 而是一些特殊的原料 而且这些菜式在武当山当地 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那么王师傅用到的 究竟是怎样的特殊食材呢 这些菜品 对于生活在武当山区域的人们而言 又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庞博处视若飞龙 灵秀处似仙女下凡 世人眼中的千般变化 万种风情 描绘着八百里武当的奇绝景致 武当山 地处湖北省西北部 实验室丹江口市境内 距离省会武汉 约三百六十千米 提起武当 人们想到的是它 错额的山市 厚重的历史和多彩的文化 人们不知道的是 一道特殊的传统宴席 又为武当山区域 浓厚的人文气息 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了探寻这种特殊的宴席 摄制组一行 特意来到了 王明师傅所在的饭店 而此时的后厨 正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不多时 几道精致的菜肴 摆上了餐桌 鲜润色泽和扑鼻的香气 令人赏心悦目 而让大家想不到的是 这一桌精致的荤菜 用到的却是一些特殊的食材 这个肉用我们这个墨油粉造成 香卤素牛肉 悬门扣肉 甚至海参 这些微妙微笑的荤菜 其原料却是全素的 最大特色就是素菜荤草 素菜荤草 是武当山地区的一种 传统烹饪技法 这些菜品 组成了武当山区域 最为特殊的传统菜药 素席 而素席的起源 则与武当山有着 是唯一红外国人的 请给大家订阅 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这些菜品 都会做到的 一些菜市场 有一种菜市场 都会做到的 此一种菜市场 最后我一定是 一种菜市场 二种菜市场 那种菜市场 通过 中国人 代表性的菜式 它所选用的原材料 除了本地的魔芋粉外 还有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 那便是豆腐 豆腐是武当素席当中最重要的食材 同时也是山上盗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但是盗人们想要获取豆腐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武当山大部分的宫冠都集中在主峰 天柱峰上 它的海拔超过了1600米 而且山势险峻 平地非常少 这种地方盗人们是没法开垦田地来种植豆类的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只能到山下采买豆腐 可是从天柱峰到山脚下往返一趟 至少需要八个小时 盗人们的豆腐供给又是怎么保持不断的呢 难不成他们每天都要往返奇修的山路上 去背豆腐吗 这个时候啊 山上的盗人们说 他们获取豆腐有更为便利的途径 这个途径与天柱峰脚下的一个村子有关 而那个村子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 叫豆腐沟 清晨 空灵悠扬的钟声 将武当山从沉睡中唤醒 天柱峰下的小村庄 升起了一天中的第一缕炊烟 这个小村路位于天柱峰以南的半山腰处 距离金顶大概两个小时的路程 制作豆腐是这里的村民最熟人的技能 几百年来 产自这里的豆腐 不断攻击着武当山金顶上的道人们 以及生活在周边的百姓 这个村落也因此得名豆腐沟 金玉珍是当地有名的豆腐江人 从选豆到点江成品 制作豆腐的所有步骤 它都了熟于心 磨豆子是个体力活 要用传统的石磨 把浸泡好的豆子磨成豆浆 用纱布将豆渣滤出 留下乳白色的豆浆 再燃起柴火将豆浆煮开 之后便进入到最为关键的一步 点浆 丝金黄豆买加一两瓣 金玉珍介绍说 当地点豆腐用的是石膏 将石膏用清水化开 慢慢搅匀后再倒入豆浆中 数量火候地把握 考验的是制作者的水平 挂瓢说明石膏的量刚刚好 豆腐应该可以成功 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时间 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液态的豆浆慢慢固化 变成鲜嫩的豆腐脑 你看这就成豆腐老了 这就可以喝了豆腐花 豆腐老就出来了 品尝豆腐脑不仅是肠鲜 更重要的是检验豆腐的成色 好喝吧 好喝 如果没有任何问题 就可以压实了 两个多小时后 豆腐已经定型 大家合力将豆腐倒扣在木板上 解开纱布 满窝的豆香味 细腻如凝脂一般的豆腐 制作完成 金玉珍告诉队员 如果在冬天 豆腐还可以放在屋外 一夜就能变成冻豆腐 清爽滑嫩的豆腐 会由村民在第一时间 用竹篓挑到山上的金顶 为了保证道人们 能在中午吃到新鲜的豆腐 他们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 走完这段山路 到达金顶 村民们每天挑豆腐走的这条山路 名叫南神道 它位于武当山西南路 距武当山金顶天柱峰 大约五六千米 是过去川 陕 厄西北 厄西南等地 相克上山的重要通道 据说当年 往来于这条山路上的相克 那是络绎不绝 尽管是人工修缮的道路 但也毕竟是一条山路 走起来难免有疲惫的时候 不过南神道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每当上山的人 感觉累的时候 路边就会出现 像这样的小水坑 这个水坑面积不大 也就碗口大小 但是据村民介绍 这个小水坑里的积水 却是不长不落 长年不断 上山的人渴了 可以喝一口山泉水 累了可以就地休息一下 当地人还给这些小水坑 起了个很有意思的名字 叫打儿窝 考察组一行人 跟随挑夫 沿着南神道一路向上 在一处打儿窝前停下了脚步 此时队员发现 打儿窝上面的岩石是干燥的 而下面的岩石是湿润的 岩石出现了明显的分层 仅在咫尺的两块岩石 为何截然不同 这反映了武当山 怎样的地质地貌特点呢 彭炼宏 中国地质调查局 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常年从事 我国中南地区地质调查工作 对武当山地区地质地貌 有着深入的研究 你看这个颜色 这个银块 就是这上面一块 和下面之间 是不是有一个蛋面 就是它是分开的 因为这个颜色 我们这个叫做一种 构造链锡或者一个蛋层 把两块割开了 如果雨水不大的时候 它上面就不会含水 而雨水如果小的时候 它只会引到下面 而剩下的水 都会引到链锡走掉 所以上面都是干的 底下都是湿的 据村民介绍 像这样的小水蛙 在南神道上有十多口 古人通过观察 山上的溪水走向 在那些可能有裂系水 存在的山石中 挖开小洞 收集地下水 攻击上山的村民解渴 然而 对于挑豆腐上山的村民来说 这个小水蛙 不仅是喝水的地方 它更是一个地标 从这个打尔窝继续向上走 五十分钟左右 就能到达金顶了 早已守候在此的道人 将村民引领到火房 午饭前 撕植火石的道人 便会将这些鲜嫩的豆腐 制作成可口的佳肴 考察到这儿出现了一个疑问 在武当山金顶上 修行的道人有很多 对于豆腐的需求量很大 而豆腐沟这样一个小山村 是怎么在几百年来 一直保持着豆腐的产量呢 当地人说这其中的秘密就在一样东西 那就是水 这是豆腐沟村子附近的一口古井 这村民们说 这口井常年不枯 水质清澈甘甜 而且用井水制作出来的豆腐 不仅鲜嫩可口 同时产量和质量还特别的好 那么这口井里的水 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你看这个水井 对吧 这就是当地人做豆腐用的水 对 你看这个水 一个木头很凉 再给你尝尝 这个水有甜味 真的是 对啊 这是为什么 这个水就和平贵山别高的水 也就是我们说的矿水 结合井水的温度 与不枯不干的特性 专家判断 古井中的水 与南神道 达尔窝中的水 都属于裂系水 它们在渗流的过程中 溶解了一部分 山体岩层中的矿物质 咱们说豆腐还是要用这口井的水 专家彭炼宏推测 之所以豆腐沟的水 能做出更多更可口的豆腐 很可能与山中某些矿物质有关 此时 村民向考察队讲述了一个传说 在豆腐宫附近 有一处名为清威宫的宫馆 在其附近的妙华岩上 相传曾有一个不断冒油的石洞 当地人也因此将妙华岩称作油罐 这个传说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为何石洞中会向外冒油呢 它和豆腐沟村井水中的矿物质 会不会有联系呢 妙华岩 位于武当金顶以西 逍遥风的山腰间 距离妙华岩一千米的地方 就是清威宫 如今的清威宫 虽已是断壁残垣 但是这些遗迹中 仍然体现着这座宫殿 曾经的规模 我们现在所说的叫清威宫 也叫清威天宫 我们现在看的是个遗址 这个地方实际上在宋元年间 都有相当的规模 温明 汉江师范学院教授 对武当山历史文化 有着多年深入研究 据专家介绍 清威宫修筑历史 可以追溯到宋元年间 明永乐十年 这里又进行了大规模扩建 它整个分的有主殿 配房 拨堂 环堂 也就是说像古代的 其他宫殿的宫棺一样 在前往庙华岩的路上 考察队无意中 发现了一块 嵌在上方崖壁中的石碑 石碑上的字迹 早已模糊不清 而且石碑镶嵌的地方 距离地面 足有三米多高 由于年代久远 碑文已经被风雨 打磨得模糊难辨 而专家却有着自己的方法 来了解碑文的内容 我们现在看这个碑 叫瓷头宣命碑 宣命就是宣皇帝的 这个造命和命令 所以这个碑很有价值 它什么时候的碑呢 是元朝 元人宗 严有年间的 据碑文记载 元朝 元人宗年间 清威派掌门人张守清 曾在妙华岩中修炼 妙华岩是武当山 三十六岩之一 传说中的油罐 就隐藏在妙华岩中 这是一个洞 小都是储油的洞 油罐 油罐 对 好 到了 对 进入洞中 队员们发现 这个方方正正的石坑 面积有两平方米左右 深度不超半米 水潭的上方 还有一条人工开凿的引流石道 都没有油味 有水的味道 没有咸味 也没有咸味 专家仔细观察后发现 石坑中的液体是山泉水 那么关于油罐的传说 又该作何解释 专家用地质锤 敲击岩壁上引流的通道 发现了一个细节 专家推测 岩石外表的黑色 是古人在此生活时 留下的痕迹 并不是油脂浸润岩石 留下的黑色 既然不是油 那么油罐的传说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是石坑后方岩壁上 分散着的密密麻麻的小孔 吸引了专家彭炼宏的注意 这些小栋栋 你看它的基础原始 你看这些基础原始 还是一套我们说的一套片眼 对不对 但是到最后有很多的孔洞 你看这一层 是不是 有很多的孔洞 彭炼宏分析说 这里的岩层中 本身含有一些 含岩类矿物结晶 当裂系水流经此处时 这些含岩晶体不断溶解 从而在山体上 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孔洞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当裂系水中的 岩类矿物浓度不断增加后 水体就会呈现出 类似油脂的粘稠形态 古人将这样的液体 误认成油 因此才有了妙华岩 油罐的传说 油罐的秘密 终于有了答案 专家彭炼宏说 虽然现在水潭中储存的是清水 但是岩壁上小孔的氯离子含量较高 证明了这里的岩石裂系当中 含有少量的卤水矿 那么这和豆腐钩 做豆腐用的水 有什么关系呢 就在队员们还在疑惑不解的时候 专家却说 对于豆腐钩做的豆腐产量大口感 清香的原因 他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推测 现在大家需要回到豆腐钩 去做一个验证 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测 彭炼宏带领考察组 从妙华岩再次回到豆腐钩村 随后专家彭宏采集了一些井水 作为样本 拿到丹江口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 每一升豆腐钩井水中 氯离子的含量 要比周边地表净流中 高出6毫克以上 这说明 豆腐钩井水中 也含有卤水矿物 根据这个结果 以及之前的考察 专家得出了结论 妙华岩油罐的海拔高于豆腐钩村 流水经过妙华岩后 顺着列系流到豆腐钩 汇聚在水井里 这也就是水井中的水 不枯不易 能做出鲜美豆腐的原因所在 专家在考察了豆腐钩所在区域的土壤 和小气候环境后发现 这个地处金顶南路的山村 有着相对开阔的平缓山坡 适合开垦田地 同时 这里土壤条件优越 日照充足 山体迎风波 会得到更多的降雨 这些条件非常适合 豆类植物的生长 产自这里的豆类 颗粒饱满 淀粉充足 并且产量很大 为这里的豆腐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料来源 而古人 正是发现了村落所处位置的地理优势 他们因地质疑顺势而为 催生了这个因豆腐而得名的村落 从播种到采摘 从做豆浆挑豆腐 到精致的佳肴 这样的过程 在豆腐沟与武当山金顶之间 已经重复了几百年 在这样的不断往复中 村民有了收入的来源 道人们得到了必须的食材 以豆腐为主的素席 也渐渐成为了当地极具特色的美食 以后 您要是有机会去武当山 再欣赏古建筑群的 雄奇领略武术的玄妙 感受自然风光的绝美之鱼 也不妨尝尝素艳 在我看来 武当山的素艳 是山中天然食材 与当地传统文化的一次 完美的结合 可以说 这是自然留给山里人的一份 珍贵的礼物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